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塔大厦中间横穿的高速公路并没有直接建在大厦中间 而是悬在桥上 被一个防噪音防震动的隧道包围着 大厦中的楼层也设有5到7层 楼层简介中5至7层是属于大阪高速路的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构造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高速路这样改其道而行呢 原来门塔大厦在明治时代史是由企业所拥有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 企业早已衰亡 这座建筑就一直被荒废着了 直到1983年 这座大厦获得政府批准 准备对它进行拆迁改造 却没料大厦的拥有者却不接受大厦拆迁 这就令政府犯难了 日本土地面积不大 若要改到 也没地可改 无奈之下 政府只好与这位丁字户进行协谈 双方协谈了5年 期间政府提出的补金贴等各种方法 都被这位铁了心的丁字户给拒绝了 一条心护着这座企业建筑 或许真的是对这座建筑有了深厚的感情吧 不然也不会如此坚定地守护着 不过也正因为这一不妥协才有了如此奇葩 具有新颖的建筑设计出来 这不只是一个奇景 也是一种新的设计手法 门塔大厦在结构上 空间上 都给许多国家的建筑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而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设计思路 打造出节省空间的空中公路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